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变婚后也被人穷追不舍 导致婚姻破裂 离开初恋 转头疯狂追求者的怀抱 然而好景不长 没多久她就遭到了抛弃 说今年迈铁朔 心思不已 曾直言后悔离开谢贤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女神珍珍的一生 珍珍原名叫张家珍 祖籍杭州 出生在北京 家境十分优渥 母亲是个电影演员 她事后能够走上演艺这条路 也和母亲有很大关系 作为家中的掌上明珠 她备受宠爱 家人也非常重视她的教育 天子除了天生长得好看 她自小就多彩多艺 尤其是文艺天赋极高 在私立中学读书时 她学了芭蕾和表演 还获得过英语演讲比赛的冠军 作为校园文艺女神 她还曾经举办过自己的舞会 那时候的她要比同龄孩子 灵气早说许多 到了高二那年 她因为一次比赛被彻底改变了命运 1964年 李汉祥的国联电影开始招收演员 结果一下子就有3700多人报名参考 珍珍并没有准备报名 谁知她的一个同学开玩笑地把她的名字和照片记了过去 没想到 珍就被邀请去参赛了 而她也直接从三千多名竞选者中脱颖而出 那一年她16岁 青春芳华的年纪进入了国联 正式步入娱乐圈 成了一名演员 李汉祥还特意为她取了一个艺名 叫珍珍 至此之后 这个名字伴随了她一生的起不悲欢 进入国联之后 被重视的她很快就成为了国联舞缝之一 起点非常顺利 堪称是天之娇女 18岁就主演了首部电影《天之娇女》 饰演闫珍一角 从出道开始 她就一直是女主角的地位 在国联时期 她不但积攒了一些名气 更积累了非常多的表演经验 后来国联关闭结束 她又转而进入了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当演员 并先后组演了《陌生人 新娘与我 今天不回家》等影片 家片不断 更幸运的是 虽然国联不在了 但她依然备受李汉祥宠爱 两人合作了不少经典 在李汉祥指导的影片《提影》中 她饰演了女主角提影 并一举获得了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 之后又因为主演了很多喜剧电影 片中不颇可爱又古灵精怪的形象 让她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小淘气 紧接着 她又迎来了事业上的好运 为琼瑶一眼相中 一举成为了第一代琼瑶女郎 就连后来居上的琳青霞都视她为偶像 可见当年的她有多红 至此 她的演艺事业彻底登上了顶峰 成为了风靡一个时代的荧幕女神 事业上辉煌无限的她 身边的追求者自然是数不胜数 谢贤和刘家昌则成了她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当年在拍摄电影《提影》时 她便和谢贤因细生情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电影拍完之后 谢贤便开始对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当年的谢贤可绝对是个大帅哥 而且还是情场老手 周润发都说自己追女生比不上她 就这样 情窦初开的珍珍最终陷入了谢贤的温柔香 两神开始相恋 不过谢贤虽然成功追到了珍珍 但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阻碍 珍姆得知她们在一起之后非常反对 始终觉得谢贤不是女儿的如叶郎君 更不值得被托付终生 可此时的两人早已处于热恋之中 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 尤其是珍珍 更是已经非谢贤不嫁 1974年3月 她不顾母亲和家人反对 坚持和谢贤在香港注册结婚 那一年她26岁 而谢贤已经38岁 整整大了她一轮 两人结婚时非常低调 原本是不打算公布的 奈何还是被媒体给报道出来了 并引发了巨大的热议 珍姆知道之后 心情极度复杂 却无可奈何 唯有祝福她们携手到老 结婚之后 两人非常恩爱 而且合作的电影越来越多 反正一对天作之和 奈何他们的婚姻 还是没有能够成为一段佳话 最终梦归破碎 一旦女神珍珍突然结婚 令无数男生心碎不已 而最痛心的 莫过于痴心的刘家昌 刘家昌表示 自己早就认识了珍珍 而且爱得无法自拔 甚至是非她不娶 不过那时她觉得自己配不上珍珍 所以只好将爱藏于心底 转眼数年过去 追求无果的她 忽然转身与国联武缝的 另一个姑娘闪婚 两人还生下了儿子刘继鹏 而珍珍则突然和谢贤结婚 两人各自安好 看似再也不会有爱情上的交集 奈何事情 总是让人琢磨不透 又猝不及防 后来刘家昌离了婚 又开始对珍珍念念不忘 离婚那一天 她还和珍珍说 总有一天我要跟你结婚 是那种结了 就休想跟我离的婚 之后她一直觉得 是谢贤抢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 所以转身又对结了婚的珍珍 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珍珍去哪里 她就会跟到哪里 各种送花和示爱 甚至直接对着她唱 为何不回头 这样几句疯狂的追求 也被媒体捕捉放大 各种第三者的恋情报道 开始层出不穷 最严重的一次是 媒体报道说 刘家昌和珍珍在日本秘密约会 一时激起了千层浪 谢贤、刘家昌、珍珍之间的三角关系 开始成为各个娱乐报纸的头版头条 轰动一时 而这样的误会影响最深的当属谢贤和珍珍的婚姻 他们的婚姻出现危机之后 刘家昌的追求变得更加果断直接 她甚至邀请珍珍去台湾拍自己的电影 两人的关系开始越来越近 但此时的谢贤开始非常不满 她要求珍珍不要拍了 赶快从台北回来 不回来就离婚 这句话也成了他们离婚的导火索 谢贤和珍珍的矛盾 也到了不可调解的地步 但谢贤对珍珍是真的爱到骨子里的 分居之后 她曾多次主动挽回珍珍 只可惜这场风波 她仍是没能笑到最后 1976年 无奈和珍珍离了婚 这场轰动港台的三角关系 终于以离婚的方式停止了喧嚣 多年之后 两人都倍感遗憾与后悔 1978年 离婚后的珍珍 最终还是转身嫁给了刘家昌 而谢贤也在这一年 开始追求迪波拉 次年两人结婚 并生下了一子一女 就是谢霆锋和谢婷婷 与刘家昌结婚之后 珍珍便少有拍戏 开始渐渐地隐退娱乐圈 结婚第八年 她给刘家昌生下了儿子刘子谦 这么多年来 一直低调的两人 给外界传递的信息 一直是平淡恩爱 携手到老 但事实并非如此 2015年 刘家昌突然将珍珍 告上了法庭申请离婚 瞬间让人迷惑不解 而面对刘家昌的申请离婚 珍珍直接回应说 我们28年前就已经离婚了 这样算一下时间 他们应该是1987年离的婚 也就是儿子一岁左右的时候 面对刘家昌的指责 珍珍也开始发文回击对方 还直接将儿子改名为张力恒 甚至说自己非常后悔 跟刘家昌结婚 觉得是他伤害了自己和儿子 多年之后 他在接受采访时谈经往事 脾气最多的不是刘家昌 而是谢贤 他始终觉得和谢贤离婚 是自己一生的遗憾 而且自始至终 也没说过谢贤一句不是 不过两人虽然在婚姻中遗憾中深 但庆幸的是 现在依旧是非常好的知心朋友 2019年 珍珍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 谢贤还特意赶来参加 为他捧场 亮神抛开过往 大方砍伤地表达了 对彼此的爱 还合唱了一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 如今珍珍已经七十多岁了 早已方寡不在 坠述了平凡的生活 身体上的病痛 也一直在侵袭着他 近视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透露自己的视线 在仙春期间 突然变得模糊 检查后发现得了泡疹 整个春节期间 他都没有出门 眼睛每隔两个小时 就要上药 不但疼痛难忍 而且看东西相当的模糊 加上疫情严重 只能留在家里休息 今年一月 他动了两次白内障手术 原本就要涂抹很多药物 后来因为免疫力低下 长了泡疹 又添加了很多药膏 他在家不能看电视 即使是回复朋友的手机短信 也要拿放大镜 才能勉强看到一点点 如果没有儿子的贴身照顾 他简直到了生活无法自理的地步 幸好经过休养 他的眼睛状况逐渐好转 大家都说 这几年 是关关难过 关关过 实在是不容易 但由于免疫力低下 为了防止被感染 他要求家里的佣人 从外头买完菜 回家之后 要全身消毒 食材的包装袋周边 都用酒精棉片擦拭消毒 尽量做到滴水不漏 去年他还因为在家里摔倒 导致了脑部出血 在医院抢救了十天 做了开颅手术 才捡回了一条小命 在摔倒之前 他的身体就一大不熟浅 血压是忽高忽低 被诊断为惊恐症 面对近来他的身体问题 很多粉丝表示十分的担心 真正的芳华年代已经过去了 大家现在对他唯一的期盼 就是能够养好自己的身体 他的一生起起伏伏 幸好有个儿子 能够时常陪在身边照料 而大家对他罪意难平的 恐怕就是和谢贤的情缘 他也曾在媒体面前说 如果能重来 他会选择谢贤不离婚 也承认谢贤是他的初恋 其实真正的一生 给了我们太多的启示 婚姻是泄水长流的互相体谅 而不是整治爱与不爱的轰轰烈烈 如果他能够早日明白这个道理 或许想以儿孙满堂 幸福美满了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雨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